这里发生了火警 我赶快跳过来看一下 好像是在一个树树大楼 消防队员把这个门先拿铁锹给他撬开了一下 进去了 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了 前面有个美女 跟着他一起进去看一下 好像是坐在大楼的 应该是经历着火 看了一下消防队员出来了 这里的门牌号是纽约办法的屋街的302-4 好像火级不大 连消防队员都出来了 铁锹好像也没用上 整栋建筑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比较老的这种工具楼 今天天气非常好 秋高气爽的 消防队员把门口的大门把它敞开了 里面一个洞就出来了 扫一下这辆消防车 基本上这辆车已经占了整条街道的三分之一有多 你看 好大一辆巨型的消防车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五六个消防队员 在这个出火井的这个一楼 大家看上面这个宣传海报 哎呀真的是太扯了 上面写的哈 感觉还不错 西大麻的海报 贴了满墙 哪个得了哦 大家说一说 这个大麻的这个广告 应不应该在满大街招贴 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我是不赞同的 消防队员下地下市去了 下地下市去了 那我不能去了 我只能看一下 管理员待着消防队员下那个副一楼去了 那我就不方便下去了 这是外卖员 给旁边这家干洗店送外卖 那之前呢 我在咱们华盛社区法拉圣的街头呢 也拍到过专门卖大麻糖果的车 那辆车呢 它包装成很像卖糖果的一样 但是里面呢 却卖的是各种系列的大麻产品 那是合法的哈 纽约就已经通过呢 是合法的 这个宣传大麻的海报 它还叫路过的朋友 如果你看到了 把它拍照 这张海报 拍完照呢 发到你的社交媒体 Instagram上 然后呢 截图为证 你还可以领取一个免费的 这种 我觉得是领取免费的 一小坨大麻吧 消防队员开始拆除 靠街面这一侧 打围的外墙 后面的消防队员好狠的 一脚就拆开了 消防队员点赞 消防队员又去砸前面 这一侧了 这个外墙的一侧砸了个大窟窿 消防队员准备收摊了 没收摊了 打围的木板拆开呢 可能是让它空气流通一点 弄开呢 可能就是让空气流通一点 排除一些火灾的隐患 拍完刚才的火警走过来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的 唐人街旁边的一里沙白大街 三个美女 今天天气不错 大家都在户外用餐 街道很窄 两旁都是户外用餐区 因为疫情设置的 现在还没有拆除 那这条一里沙白街呢 它是纽约市曼哈顿 一条南北向的街道 你看28月乱餐衣 美女还穿的是背心 这边很多很有小知情调的小店 那往前走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里沙白公园 纽约市很多这种 户外的用餐区呢 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这个街道在外面 看道路虽然狭小呢 但是它是单行道的 所以呢还不是很塞车 现在中午12点钟 大家都很惬意啊 再吃午饭 你看前面一个大叔正在捡这个空瓶子 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呢 可以卖五分钱 哇 你看暖暖的阳光照下来 好多美女帅哥 大家过来拍照打卡都是不错的 今天为什么来一里沙白大街呢 公园的正门口啊 公园不大 但是很小巧别致 那最近十月份呢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正在举办新路华步文化节 所以在这个伊丽沙白公园呢 这几个周末呢 它都会举办一些 比如说像气功压太极的一些表演活动 大家都可以来免费的参与 那今天早上这个太极活动呢 我错过了 因为十点半就开始了 就做这个美女 但是大家呢 可以到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去参加更多的这个新木华步文化节 这是介绍一些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的艺术项目 比如说谈古增呀拉二福呀 很多很多活动 大家可以亲自去参与 你看好多年轻人 那这里做着吃午饭 你看这里很多朝人 那纽约曼哈顿唐人街这个新木华步文化节呢 它是整个十月份都会举办这个活动 所以时间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这个伊丽沙白街的这个花园 这个伊丽沙白街花园呢 是一个占地一阴猛的社区雕塑花园 地理位置呢 是位于纽约曼哈顿唐人街附近的王子街 和春街之街的伊丽沙白街 非常容易找到 这个花园呢是由一个非营利组织 伊丽沙白街公园公司管理 并且这个公园呢 有很多志愿者在这里服务哈 把这个公园弄得很漂亮 向公众免费开放和做一些社区的活动 你看往那边走 就是这个公园的后门呢是锁住的 很多青年在这喝咖啡 这个金字的公园呢 设计于1903年 那最早呢 其实这个公园这个地皮呢 它是属于一个学校 那这个伊丽沙白街社区公园呢 每年要在这里举办200多场社区的活动 你看都秋天了 但是这个伊丽沙白街公园 依旧是绿意昂然哈 和这些志愿者 和工作人员的这种精心维护 是分不开的 这个公园呢历史非常多 这里就说不完了 总之吧 历经了很多的磨难和曲折 才得以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 这个黄金地段保留下来 并且保存的这么好 这么完善 还作为了工艺的用途大部分 你看地都是这种脆实的小路 来到这个公园吧 还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因为这里有历史的沉淀 很精美的雕塑 这个小摊呢 也是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你看还有一个募捐的捐款箱 前面那位小哥走过来 拿了个手机问我要不要 iPhone 14 iPhone 14 就前面这个小哥是个外主意的 正前方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 伊丽沙白大街和布鲁姆大街过来 这里有一个乌克兰 东正教的大教堂 之前我也拍过无数次了 他们经常在这里为乌克兰祈祷 非常的宏伟壮观 门口写的 为乌克兰祈祷 我之前在纽约曼哈顿的东侧那边 也拍过那里也是纽约曼哈顿 乌克兰人的聚集期之一 那里也有一个很大的东正教堂 进来看一下 我之前也拍了很多乌克兰的游行 最近没有拍了 哇里面好大一扇 美国国企和乌克兰国企 但没有人 今天是星期天 里面好清静 哇很漂亮 这是古香古色 里面播放的宗教的歌曲 我也听不懂 上面这个水晶吊灯也是非常的漂亮 哇玻璃的仓幅 彩色玻璃 好了宗教场所呢 就不应酒拍了 出去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近期呢 10月份都来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参加这个新物华部文化节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